各位朋友大家好 上集講到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譚 因病而離世 將他的遺志交代給司馬遷 去到公元前的108年 司馬遷繼任他父親成為太史令 他深知史觀不虛色美名 寫的東西是直斥其非 將真實的事情說出來 不會加以修飾 亦是不隱瞞邪惡的 這兩個都是史觀優良品格的傳統 他感覺到身上的重擔和責任非常大 所以他心裏下定決心 就是要為歷史的真相 獻出他全部的精力 司馬遷走馬上任 開始閱讀整理國家的藏書典籍 他又準備了大量的資料 著手開始寫作《史記》這本 劃時代史學或文學上的地位都非常高的巨著 但在這個關鍵的時候 出現了一件對司馬遷這個人生影響深重深遠的一件事 就是李寧的事件 在漢武帝天漢二年 即公元前九十九年 這件事是秋天八生的 漢武帝命令寵妃李夫人的哥哥 將軍李廣麗去攻打兇奴 想讓他去立功 之後封他為校 同時漢武帝還派了非章軍李廣的孫 李寧幫他管理行李、物資、糧食等等 以便接應 李寧一向看不起這個要靠王妃得勢的李廣麗 於是他對漢武帝說 神願意獨自大兵從另一路出發 這樣可以分散兇奴的兵力 減輕李將軍的壓力 漢武帝也認為 李寧是在找藉口 不想跟李廣麗合作 最初他都拒絕 不過他就說漢武帝的騎兵已經沒有辦法再調配 分不到兩支軍隊 在這個時候 李寧就說 補兵也可以 我不一定騎兵 漢武帝見李寧抗擊兇奴的熱情這麼高昂 也見他無心跟李廣麗合作 無謂勉強 於是便答應了 他就派老將軍盧博德去協助李寧 但這個盧博德 他表面就說去支持李寧 實際上 根本他就無心去幫忙 他接應的意思是 在後方提供圓圓不絕的糧食等等 即是在物流報的可以這樣說 他就上書漢武帝就說 如今正是秋高馬肥之際 兇奴的力量較強 不如等到明年 春天的時候才再戰兇奴 這樣把握才比較大 這個盧博德擺到明不想出戰 那麼漢武帝見盧博德的上書 就非常之生氣 他以為是李寧寫了戰書 但現在就害怕了 這樣就推向盧博德出來說話 直辭推堂 就不出兵 因此 漢武帝下令李寧立即出擊兇奴 不能夠拖延 李寧已經被人扯了後腿 根本不是盧博德的意思 但漢武帝就不分青紅造白 就說以為李寧協於作戰 李寧率領五千步兵 步兵 是五千人 人家是標刊的騎兵 那開始的時候 竟然都打勝仗 連打幾場勝仗 大家知道之後 傳回朝廷 大家都很開心 但是兇奴又召集了幾萬的騎兵去對付李寧 他只有幾千 他就算最初贏 他也會損失一些兵馬 可能三比八個都有機會 越打越少 兇奴是幾萬人 即是說差不多是 有機會是他十倍以上的兵力 還是騎兵對步兵 一衝過去大家都會怎麼說 幾場惡戰之後 李寧終於都是寡不敵眾 加上武援兵 彈盡良絕之後 應該戰盡良絕 不是子彈 戰槍 用完之後 在敵人的重重包圍之下 就被呼投降 李寧投降 兇奴的消息 就傳到京城 令到漢武帝大為震驚 那麼 那開頭震驚 驚驚驚驚 不是不是 震驚之後 就大怒 那麼他就召集大臣 去到商量 如何定李寧的罪 或者如何處置李寧 那麼上上下都紙責 和奏罐李寧 是沒膽緋女 是叛國投降變職 那麼其實本身 司馬遷和李寧的關係不錯 李寧給他的印象是一個很謹直和樸實,愛國很勇敢的 就不是貪心怕死那些人 在這個時候,他聽到一群人全部去否定李寧,心裡就覺得很不公平 他內心的正義感,史觀的氣質就出來了 他就想前兩天這些大臣還盛贈李寧的公職 但現在一見到皇上大路馬上轉鞋,全部拆鞋子,全部看風洗利 張李寧說到一文不值,連一條後路都不讓人家 想到這裡,司馬遷就說,李寧他帶兵是五千步兵 抗擊兇奴的主力,英勇頑強,他一聲令下,士兵好像猛虎一樣落山 和兇奴是拼死的作戰,打到天分地暗 雖然失敗,但他五千對幾萬人 都是很合理的 何況他一開始是戰勝了 亦都是損傷了兇奴很多的士兵,其實也有功勞 雖然現在李寧投降 但是我想,可能他也是為了等待時機,去到呂應外合 作為這個臥底 將來是等待,留得青山在哪怕沒有柴燒 我相信他也是將來打算有機會去報國的 那漢武帝聽了之後,沒有贊同司馬遷的話 心裡還很不舒服 那就大罵,大罵 蛤?你為李寧辯母? 好! 而實質,實質,去責備 你這樣的意思 你表面就是為李寧辯母 實質你是罵朕 還有李光麗張溫,是不是? 他是這樣的意思 隨即,他覺得司馬遷是指喪馬懷 隨即,他就命令廷衛衝下了司馬遷 將他下了大獄 這樣也很無辜 幫一個,叫做,將軍也不太熟悉的人 他都是老見不平,拔刀相助 但是只不過是觸怒了皇帝,就要下獄 那真是很無辜 但是他也是說兩句話,應該沒什麼事吧 但是司馬遷之後的遭遇是怎樣呢? 我們下集再說了